眼鏡哥拿下眼鏡的樣子 之前有分享過這工作室做出來的 第一套的冠高手先發五人組 那如果沒有看過的話可以 看右上角有資訊欄的連結 那眼前的這一套就是他們做出來的第二套 沒有記錯的話從預購到拿到現貨也差不多也快要一年的時間 那第二套 David也是買一個大拳套的概念 分別就是畫面上這五隻 赤木琴子 櫻木花道 安息教練 木木公園 還有一個材質的部分 那上面的就是大拳套配件的部分 盒裝基本上每一隻 都是畫面上呈現的這樣子 前面 就是一個 湘北 的統稱 那下面會有人物的 背號或是名字的縮寫 像這個H 就是琴子的 Haruko H的簡稱 那側邊 延續的跟一帶一樣 左邊它會寫的 是中文是木琴子 右邊是一個羅馬拼音 裡面都會附一張 卡片 然後就是幾乎是以這一個樣子 然後來做 倒是 裡面保護的材質 一帶的時候是白色保麗龍 那這二帶的話 感覺材質 有加強 因為它變成是一個那種 海綿的樣子 吸震性會更好 外盒的部分跟現在要介紹的內盒這邊 之後就不再一做介紹 那這個是用一個魔鬼章的概念 那你滾開 其實它算黏得非常的牢固 那你打開之後 就非常清楚的可以看到 裡面的人物 然後它還有一個 這種限量版的 就會有一個鐵椅 然後後面有編號 這邊有一點可能 它印刷錯誤 而且我覺得還蠻好笑的 其實基本上 它是 HARUKO 但是它的 盒子上面 寫的 HARUTO 然後甚至連 它專屬的椅子上面 它也是寫HARUTO 所以 等於是椅子跟 外盒這邊印刷 有一個字母是錯的 椅子的部分 老外竟然 K 拼成T 然後它後面 其實都是有編號的 然後只是把它遮住 然後湘北 跟第一代椅子 幾乎完全是一模一樣的東西 所以 赤目錦子這造型是它 湘北高中 女生的制服 然後它也是長頭髮的樣子 這樣看上去的話 塗裝 真的是非常的不錯 頭條的部分 左右兩旁的臉頰都有上陰影的感覺 然後整個 這種動態表情的部分 在加油的那種神情 其實做得非常棒 然後你從側邊看它眼睛的地方 你會發現它把這種水汪汪 的樣子 有上彎彎整整的做出來 算是相當好看 整個面相來講的話 其實做工算是非常的好 那頭髮的部分 它是呈現一種 細條的 這種髮絲紋 然後還是 琴子還是長頭髮的時候 至於制服的地方 就非常傳統的日式女學生的這種制服 貼身的然後裡面 還有一件 白色的這種襯衫 然後外面是屬於比較偏向背心的部分 可以看到它的 蝴蝶結 扭扣 甚至口袋 胸口口袋的部分 抓皺的感覺 塗裝 做工 其實都 真的算還蠻好看的 然後手 口袋的地方 它有些也有呈現一個 漸層的感覺 然後後面 這種抓皺的呈現 非常好看 下面裙子擺著裙的地方 它也有採用一個 這種 漸層的感 算是 非常非常漂亮 然後旁邊這個抓皺的感覺 然後小腿的部分 其實比例算拿捏得相當的不錯 然後 女學生的這種 泡泡襪 鞋子的地方倒是 還是一大亮點 因為做的 真的非常好看 這種皮革的感覺 亮皮的部分 然後下面 鞋跟的地方 尤其傑 韓溪捷 螢幕花道跟老爹 超級無敵可愛 個人非常喜歡螢幕這種平頭的造型 整個眼部表情無敵還原之外也是非常的逗趣 一樣它的膚色都是採用一個柔和的這種漸層 非常好看 那頭髮的做工 可以清楚看到就這種紅毛平頭的樣子 後面球衣10號的部分 整個球衣的這種皺褶感也是一大亮點 而且它有那種漸層加深的效果 所以螢幕都是最喜歡把球衣這樣放出來在外面 一樣也有內搭褲 球褲的部分 小腿 小腿的漸層 小腿的部分 有點是凸出來的這一塊 算是相當的好看 Judan一代 這塗裝算是相當的不錯 大腿的部分 大腿的部分 小腿的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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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海腿的部分 大腿的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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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類不見 頭脫的部分 尤其是 這裡面是非常好 大腿的部分 按席教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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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而且磁吸式 裡面有磁鐵 輕輕一放 它就會吸進去 那這次他還沒有戴眼鏡的模樣 非常慈祥的一個老爺爺 那眼鏡的部分其實就比較普通 是個塑膠的 那如果你要戴眼鏡的時候 你可能就是要比較小心跟注意 因為很容易就是會把它弄斷 所以這邊的話 你可能就是要小心一點把他卡進去 他旁邊剛好 頭髮 有兩條細細的勾 整支其實蠻重的 重點的塗裝 在於他整身的西裝 臉部表情 蠻像的 那膚色跟前幾支一樣用了一個柔膚的漸層 那整個五官的表現 都還不錯 頭髮部分可以看到 白髮跟黑髮那種交錯的樣子 他白髮居多 這個髮絲紋的紋路 做的也是算是相當的好看 那整身西裝的部分可以看到大量的用了一個 暗色系的煙燻的這種漸層感 然後配上這種比較粉色系的西裝 整個皺褶加上 這些漸層的感覺 不論從西裝外套到西裝褲 下面 然後甚至於 比較下 下擺的部分 你可以看得到 光是 褲腳 塗裝其實呈現的是不太一樣的顏色 真的還蠻好看的 然後圓圓的肚子 非常緊繃的西裝 頂帶 扣子的部分 有把這種緊繃感 完全的做出來 然後側邊 手臂的部分 這種緊繃的感覺 都有抓皺出來 然後跟 用一個上色的漸層 然後後面 另外一個側邊 皮鞋的話 做的 算是非常的好 這種皮的質感 完整的呈現出來 和細節 眼鏡哥 香北最佳第六人 那做出來了 這種相似程度 手握眼鏡的招牌動作 非常的還原 眼鏡的地方 故意做一個 這種 有點閃閃發亮的塗裝 倒是眼鏡的兩側支架做得非常細 所以在安插的時候 必須非常之細 否則會容易造成斷裂 臉部表情這樣子 看過來 完全程度無敵高 那注意看他的 頭髮的塗裝 並不是完全只有黑色的部分 他還有一點 這種 深藍色 然後穿插魚 在他的頭髮 上面 然後髮根的部分 中間的地方 塗出來許多 整個頭髮 整個頭髮 非常有質感 那膚色的部分 跟前指示一樣 用一個樓膚的漸層 在這邊的手背 你可以看得到 一、二還有手腕的部分 都有 明顯的展示出來 然後還有 胸肌 跟脖子這邊 然後另一邊的 手腕的部分 球衣也是維持一樣 非常的有質感 然後後面 背號五號 球褲 的側邊 內搭褲 小腿部分的漸層 也是做得非常好看 可以從這個小腿肌 這樣看過來 球鞋的地方 Nike球鞋他做一個 舊化的動作 然後這種 髒髒的鞋帶 然後一直延伸到鞋身的部分 全部都有做一個舊化的處理 然後鞋底 看細節 然後 材質 他比較可惜的是 這樣看一下來 在臉的部分 圖卡材質的臉 比較圓潤一點 成品的臉 稍微就尖了一些 那加上材質最有名的就是他的後唇 那 成品的 變成 有點像櫻桃小嘴 然後眉毛的部分 也是比較細 但是 這樣看起來 還是其實有像 那只是 可能把材質的臉 就瘦化 戰術版跟筆 也是要自行組裝上去 然後戰術版上面 其實都有 球員的名字 寫得還蠻清楚 只是字詞還太小 好 那臉部的表情基本上是看不到眼睛的部分 因為他笑成就是眯眯眼的樣子 膚色一樣 柔膚的漸層 然後變成細的眉毛 很像櫻桃小嘴的部分 頭上戴的帽子 這種皮革的感覺跟皺褶感 完全的呈現出來以外 可以看得到 他這帽子的質感 然後香北 做的算是相當好看 後面一個 長髮 綁馬尾的造型 然後前面 兩處的鬚鬚 然後身上的 這一件香北 籃球隊的這種 籃球外套 非常的吸睛 可以看得到他的 塗裝跟做工 袖子這邊拉長起來 產生的這種皺褶感 的部分其實 非常好看 扣子的地方 做的也沒有馬虎到 林口這邊的塗裝 非常非常好看 然後下板 然後後面 整個這種抓皺的痕跡 然後香北 他下板甚至穿 穿材質 一長穿的這種 類似算是 錦身褲 他整個屯形的樣子 然後小腿的部分 的漸層感 就像一般 球鞋也是用一個 舊化的痕跡 那是穿converse 韓西捷 韓西捷 這次第2彈的部分 他有附贈一個這個 這是第2彈的部分 美術畫集 這就是他們 工作室 的設計師 Debby Ferrandez 這是第1彈的人物 劉川峰 工程 的 的這種 一開始粗稿 到完成的樣子 山頸獸 字幕鋼線 櫻木 長髮的時候 材質 他可以看得出來 材質的粗稿 他的臉 呈現一個比較圓潤的樣子 木木公園 眼鏡哥 赤木琴子 這是 平頭櫻木跟安息教練 然後看到這個 其實如果你有訂第1版的 豪華版加第2版豪華版 然後你再加 架的話 之後會有 畫面上的這個 籃球場的場地 那籃球場的場地 廠商說要 過年後才會發貨 到時候再拍給大家看 然後這一次的豪華版也是有這個長凳 所以如果你加上了籃球場的場地 你就可以合成 這個畫面 第1彈 第2彈 變成了場景組 就是畫面上的這樣 裡面比較可惜的就是材質 臉的部分 就做得比較尖 那 後唇跟 粗眉毛 比較沒有百分之百還原 但其他4隻的話 非常非常的吸睛 真的是 很好看 的一個成品 那整個擺在一起的話 你會覺得相當有感覺 那如果 加上 之後來的 籃球場 再跟一代做一個 大合體的動作的話 我想那個場景會更加的好看 我沒有見識一下 我沒見識到 discover 說 MUSH DRIVING 豪華版多了長凳跟這個 名牌 然後非常沉澱 然後前面寫Send down跟灌籃高手 後面他下面有序號 然後湘北 當然旁邊其實可以添加一些質感 長凳的展示效果其實也還不差 那非常期待後來的球場 整個整場到來的時候 可以跟一代做一個大結合的動作 怎麼看你都會覺得 螢幕花到非常非常的妙 跟安希爾這組合 那引進哥這動作也是堪稱一絕 琴子做得非常好看 那材質就之前有說過了 稍微可惜了一點 這一套也就不平分了 今天的影片就到這裡 我們下次再見 Love and peace 掰掰